所咨询,寻达时间为15分钟 我请林权院长 林院长 林委员好 林院长你好 我想对于今天发生的这个飞弹物射的事件 我想在这边是不是可以请院长再稍微说明一下你现在了解的状况 跟林委员特别说明 就是刚才国防部也跟我报告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他这个早上 就是左营军港的那个军舰 因为他是在测试的时候呢 有做成这样一个错误造成的这个物色 那么中午的时候呢 大概11点左右我也接到讯息 就是说他们确实有集成一个渔船 但是是不是有因果关系还在确认 那么后来我就请行政院副院长要赶快来一下去了解 那么同时我也知道国防部也有开记者会 以及他的参谋总长有下去了解 那么我在中午两点多钟的时候 副院长跟我回报是说 看起来应该是确实是有因果关系 那么他也去有质疑 那么刚才在议会开的休息中间呢 国防部有跟我说明 就是看起来这个就是应该是确认 那么当然他们有一个记者会也来说明 就是说有关这个后续要如何处理 当然在这里我也特别对于这个国军所造成的误击 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人民造成的这个死亡 我表示特别的难过以及抱歉 那么也希望我们国军能够就这个事件 能够有一个检讨 那么同时能够跟后续的问题 都要跟社会大众坦诚的说明白 所以院长算是对这一死三伤的这个家属道歉 是的 我想这个真的是非常夸张 尤其我在外交国防委员会里面 看到太多夸张的事情 几个月前在家里会有宪兵 跑到家里去这样子烂拳搜索 然后现在捕鱼的我们的渔民捕到一半 过去是说跑到印尼海域 或是其他外国的海域的时候遭受到刁难 结果现在是被自己的飞弹射穿 我想这个不只是这件事情的真相调查 我希望院长可以清楚的去思考 我们国军的全面改革 这问题一定是非常严重 而且不只是一个新的部长可以解决的 这一定要非常严肃的来面对这个事情 谢谢林委员指教 我想我们不会把它当成单一事件来看 我们一定会要求国防部 来彻底来检讨有关的人员的训练 以及过去的处理 在这个管理上有没有什么缺失 我想今天主题 我还是要针对最近大家一直在密切讨论 很关注的这个劳动权益的这个问题 来希望包括部长 让首先我会提供 许多的我们这个周遭朋友的这个案例 那希望各位可以感同身受啦 我相信在讨论这些劳权问题的时候 可能很缺乏第一线工作的人 他到底是面对什么样子的状况 那我们年轻人有太多这周遭的实际案例 可以提供给你们参考 第一种 上班打卡下班责任制 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去上班的时候 你去打卡当然要打卡嘛 对吧 你时间到了你工作也做完 应该也是打卡就可以离开啦 你知道你打卡要离开 老闆也跟你怎么说 你怎么没有跟我说一声你就要走了 有的老闆也跟你说 你很赢的哦 明天给你增加工作 或是说你是不是不用心 你想溜是不是 这个是很普遍的哦 我接着要讲的这些都是直接第一线的 所以我希望各位将心比心 再来上司施压 自愿放弃权利 有一种叫做自愿离职 签自愿离职书嘛 啊你如果在真实的这个职场上面 签自愿离职书 很多时候是老闆把你叫去 说问你可不可以签自愿离职书 这怎么会是自愿离职 你哪有要自愿离职 你是由老闆叫去问你能签吗 最后你也是签啊 还有一种是问你可不可以签 自愿放弃年终奖金啊 你哪有自愿放弃年终奖金啊 那你又跟你解释说因为公司经营辛苦 那是公司要不发年终奖金给我 又不是我自愿不要 那你也就要签了 老闆叫你签你也就要签了 对吧 还有一种是薪资被各种名目吃掉 我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啦 一開始去陰那個頭路的時候說好了 三萬 回去以後 答應要去了 等到開始上班才發現說 原來是還有績效 績效達到怎麼樣才有三萬 要全勤才有三萬 意思是怎樣 意思是 你好不容易達到那個三萬塊的時候 你實際上勞保勞退 都不是用三萬在算的 你的那個實際的權益還是受損 而且你其實很難達到那三萬 因為那些績效那一些相關的那些獎金的那個標準都很高 再來 工作內容公司不分 我相信這 如果有在職場的人也知道 本來是講做什麼工作 結果老闆叫你去幫忙遛狗 帶這個小孩子上下學 這個是很普遍的 我現在講的都不是特例 帶小孩子上下學等等的 還有一種是定很奇怪的 完全不符合這個法律的規定 遲到一分鐘扣五百 遲到一個小時今天沒有薪水 遲到一天變成這個月沒有薪水 還有說 我現在發LINE給你 你LINE如果多久沒有看 犯錯這樣的話也要扣錢 再來還有一種是加班白做 這個也是超普遍的 一般加班給加班費 有的公司怎麼跟你講 說你今天多做的換補修啦 可是實際上你會換補修嗎?不會 為什麼?因為你做人就只有那些人 你如果換補修 意思是說你的動手就要做更多 大家這個同事感情 你也不會去換補修 那你想說你這個補修 要不要累積到以後好了 他給你規定說 這個補修只能今年去補啦 所以你已經加班多做 拿不到加班費 他說你可以換補修 你又不能換補修 你想說明年累積有一天我要來出去玩兩天 兩個禮拜是換不到 因為沒有累積到明年 所以你那個加班就是白做的 這個也是很普遍的 我剛剛講這六個案例啊 其實還有很多我收集到很多 今天沒時間 但是這個是實際發生在 我們這個勞動環境裡面 我想要問院長跟部長 像發生這樣子的狀況 你認為要怎麼解決? 報告委員我來報告一下 我們從去年開始 勞動條件的檢查人員提高到325位 謝謝剛才委員所提到 提供的這個六個案例 可能我們掌握的還有其他的 也應該是還有 那麼我們把這些案例啊 我們把它變成教材 就是在檢查員要 在去檢查之前的勤儉教育啊 我想讓所有的這個檢查員 都能夠了解這麼多太一樣的 違法違規的事項 希望他們在檢查的時候 能非常落實 而且我們真的現在就是有勞檢 同時也發生這些問題 所以勞檢肯定是不夠嘛 所以我們現在 在這個國際勞工組織說 要一比一萬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有 一千一百萬勞工 就應該有一千一百個勞檢的人員 我們現在嚴重不夠 我有看到一個新聞 是不是部長說 要增加到一千人 是我們的目標是希望到一千 現在目前是七百多個 有沒有時間表 現在正在跟人事總處在洽商當中 他們原則上是沒有反對啦 但是禁用的方式 正在跟他洽商當中 因為這個人員的禁用 他是執行通權力 我們今年底有沒有辦法 今年底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同意我們這樣做 要越快越好 因為我們不能接受說 你有這個方向 結果說是四年 十年 都有可能 我們盡量把它達成 再來是關於這個勞檢罰則的部分 我相信二位也有看到這個前幾天 郭台銘講說 他們的這個加班二十天 都不用給加班費 他的員工不用給加班費 結果 這個勞檢處罰他多少錢 兩萬 我想請問 如果你今天是郭台銘 這樣子的大企業老闆 你有感覺嗎 包圍這新北市的勞檢員是 罰了兩萬塊錢 我們覺得這個是不夠的 為什麼因為 以目前的規定是兩萬到三十萬 而且現行的規定 可以根據他違規的事實行為 程度可以自己裁量到 比兩萬到三十萬之間 未來 未來我們希望 能夠透過修法 對 我要問的就是 行政院會不會提 院版的修法 把這個罰則提到合理的 包圍這個修法的部分 因為過去我們曾經談過 在法規上法制是有一些意見 我們還正在溝通當中 希望未來能夠看用什麼方式 去達到修法的目的 這是一定要做到 而且 即便這兩個改革都做了 職務上在 這個職場上面 會怎麼樣 我們檢查不到的 本來是希望勞 這個勞工來檢舉 他們不敢檢舉 檢舉了 你今天檢查完了以後 接著變成勞工自己會衰 被整 或是變成他被炒魷魚 所以在這些狀況發生的時候 我覺得勞動部的這個立場 就要很清楚 絕對是站在勞工這一邊 絕對是當勞工的後盾 讓勞工敢去檢舉 而且要清楚的思考 怎麼用公權力更強力的介入這樣子的問題 讓他們 讓資方會怕 要不然勞工一個人他怎麼檢舉 他自己一個人對立 怎麼整個資方怎麼敢 所以這一塊 勞動部要很清楚 宣示 而且思考怎麼讓他們感受到 是 包圍一定 勞動部的職責 就一定要站在勞工的立場 而且我們未來 我們已經目前在規劃 我們要成立一個檢舉的專線 像例是 我們目前的1955把它擴大 所以未來如果有任何 勞動條件違規違法的事實 希望他們打這個地方 匿名都沒有關係 我們絕對保障 勞工檢舉的時候 他個人的權益 我想剛才我舉的這些例子 然後還有現在勞檢本身要改革的地方 最後我要講回來 是現在這個一例一休的這個問題 為什麼現在一例一休 明明是比救治還要更保障一點點的勞權 往進步方向走一點點 可是為什麼全部的這些人民 大家的這個反彈這麼大 其實很簡單 因為如果大家 如果剛剛院長跟這個部長 有感受到大家在職場受到的這個不信任感 他根本就覺得現在會變成變相的承認加班 加班不是正常的 結果我現在一例一休以後 我就是禮拜六很容易被叫去加班 而且拿不到加班費 他就是這樣的感覺 他就是這樣的感覺 你沒辦法跟他說道理的 第二個就是 最更重要的是說 你在這個 在解釋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聽不下去 你說一例一休是為了落實週休二日 週休二日 就是為了讓勞工可以有一個健康的這個工作的環境 你工作了五天 休息兩天 你有健康的權益 你有好的生活品質 你能夠真正的保障 那兩天我就是要休息 結果現在有一種說法是說 我一例一休是為了保障他加班 給他多一點薪水 怎麼會是這樣 我就是要休息 至於要多一點薪水 不是靠我加班 不是靠我犧牲我的時間 而是要讓這五天的工作 就可以增加我的工資 提高工資 保障我的休息是同時要的 為什麼聽不下去 因為 大家很容易就發現 一例一休最後不是週休二日 最後不會變週休二日 報告一下 現階段 我們目前這個版本是現階段 是最能夠達到勞資雙方面 平衡他們的權益的一個折衷版本 部長 在這邊經濟部不在這裡 所以我希望你只站在勞方的這個思考就好 然後我們要全力推動 我也希望你們回去再一次檢討 是不是我們這一次的改革 就可以用兩例來取代 這個現狀的這個規定 我來跟您稍微做一點解釋 我覺得我們講一例一學 其實並不是讓這個 例假日 讓這個休息日就一定是可以 就是都是去加班 是希望能夠以休息為原則 加班為例外來考慮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是因為 我們也了解到 就是從這個整個的企業 在轉型的過程中 確實他有一些要去調整的 這個調整特別 比如講說台灣的產業 有很多它是有淡季和旺季之分 那麼它在淡季的時候 它接不到訂單 它是靠旺季的時候 能夠有訂單來運作的時候 那麼有的時候呢 它在旺季來的時候 它如果真的是因為這樣 他們沒有員工 那麼對於整個企業是個損失 對員工也是個損失了 所以我們認為希望能夠 讓企業在轉型過程中 慢慢地把邊際廠商淘汰掉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那你如果真的迫不得已 你要去加班 我們可以同意你有彈性 但是你必須要付很高的加班費 那另外一個就是一般服務業 服務業它也有這個 有的時候它服務業它是 像台灣服務業 其實我們知道 他們都是在 一般來說他們的待遇也不是很好 然後工作時間也比較長 可是因為台灣服務業 本身的競爭力還不夠 管理各方面都還不是很上軌道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必須要承認這個現實 很多服務業它是 其實工作時間是很長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個東西 去增加它的加班費 即使它真的是要有 真的是要工作時間比較長 那它就要付比較高 也是用這方法去淘汰編輯廠商 慢慢的希望能夠導入 最後我們能看到 院長 跟部長的這個利益良善 我 如我剛剛講的這個 第一線的職場的人的感受 最後就是覺得 你說會增加到它的這個加班費 它感覺不到 連我們說這個勞減的人數 要什麼時候可以增加到滿額齁 是的 當然 我們都不確定是不是年底 你講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就是像 有的時候改革是 你多拉一點點 它找到的中間線 就會更往我們接近一點 你現在改得不夠的時候 它就是覺得改革誠意不夠 我也這樣覺得啊 對 就是所以我說 在勞減的落實 或者說要讓大企業主 能夠認知到就是加班這個事情 一定要按照規規矩矩的 這個支付加班費 同時不可以有這個 像您前面講的那些 完全是脫法的行為 這個部分應該要適當的規範 來讓建立勞工對這個 整個的這個勞動政策的信心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 但我們還希望制度走 能夠一步來 這樣比較穩健 而且能讓這個社會上 因為畢竟它有太多的中小企業 他們也是在這個生存的邊緣上的 所以我們希望它在調整過程中間 給它一個 就是慢慢的把邊境廠商淘汰 讓這個企業能夠往前走 這樣對我們整個經濟 是應該是最好的一個做法 院長其實你說的 因為我們音樂圈 過去在音樂圈裡面工作的 大部分就是小 就是多少人 5個人 10個人 20個人的公司 那怎麼樣讓它調整到 這個可以符合 這個期待的這個狀況 我可以知道院長 你所說的這一種 食物上面的狀態 然後我們改革的過程裡面 可能是什麼樣子 但是我要再次告訴你 在這個改革的過程裡面 我可以很清楚的感覺到 政府受到最大的壓力 是來自於大的企業 你看所有在那個媒體上面 出現的那個感受 不會是小公司 它反而透過什麼樣子 freelancer等等的不一樣 它一個人可以工作很多 不一樣的這個 在不一樣的 接不一樣的案子 它反而有很多的 不... 的這個工作的模式 反而大公司 它出來講話 出來這個喊話的時候 都是說 喔如果怎麼樣 我就要終止協商 怎麼樣就要 這個停止 跟政府繼續談判 反而是聽到這樣子的聲音 所以整個社會的感受 是因為這樣子 一直在倒退的 我給你報告 好 謝謝林委員 謝謝林委員 謝謝林院長 下一位 我們請來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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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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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谢谢大家